我不允许你们到外面吃那么贵的龙虾 来我家吃龙虾吧 这个龙虾有点粉了 要吃龙虾必须吃鲜活的 你看死龙虾肉都散了 扒不开了 来我直见播 粉丝们 很多人说老板 吃龙虾为什么要吃鲜活的 这是我买了个死的给大家看看 死龙虾的话肉质是粉的 看看有没有 肉质是粉不成块了 这就是死龙虾 肉质散了啊 鲜活龙虾来我直见播正在直播啊 好嘞粉丝们来一个麻辣龙虾尾哈 吃在我嘴碰在我心 下个月信用卡又爆了 刷信用卡又爆了啊 面包蟹 哎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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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能再敲了再敲就又热门了啊 你妈呀 哎呦哎呦 嗯 必须吃的这么高满满的蟹啊 嗯太过瘾了 嗯嗯嗯嗯 好的面包蟹一定是满高满黄满肉的啊咱们面包蟹高黄肉非常风鸣啊 一只啊才剩你几块钱 还点开我们小朋友看一下啊这个真的烧香 嗯 都是买面包蟹吃完把钱就扔掉了这个钱的里面真的是超肥啊 真的非常好吃哈 这个大肉特别鲜美啊 嗯嗯嗯 喜欢吃的面包蟹来我吃盐过啊 不是我这么豪狠是今天的进口海鲜啊真的便宜 现在今天进口海鲜啊受这个这个这个大环境影响啊真的便宜了啊来兄弟们面包蟹嗯 嗯 蛋糕啊 嗯 喜欢吃面包蟹来装鸡啊 嗯 很多粉丝啊 说咱家面包蟹口感不好味道不好 我们家都卖了四年了 如果一个产品不好咱不会健身卖这么长时间的啊 嗯 一直只挣你几十一人只挣你几块钱粉丝呢啊 喜欢吃点我直播 吃着吃着的不是面包啊 嗯 鲜点 嗯 嗯 想吃龙虾的来我直接摸哈遇到了吃龙虾提前了啊 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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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一只 刚刚到死的龙虾哈 肉质属实 出不来啊 大家要买就买点鲜火吃不要像我这样贪图便宜啊买了个死龙虾啊 哦 哦 哦 嗯 嗯 它可以还挺鲜的 来我直接摸啊 另吃鲜桃一口不吃烂吃半框哈我买了个死龙虾哈 死龙虾就是这样子 没法吃啊 哎呀 哎呀肉质粉了啊要吃鲜火的来我直接摸 啊 我不允许你们到外面吃那么贵龙虾来我家吃龙虾吧哎呀吧 这龙虾哈有点粉啊 哎呀 要吃龙虾必须吃鲜火的啊你看死龙虾肉都散了扒不开了啊 嗯 来我直接摸正在直播啊 另吃鲜桃一口不吃烂吃半框哈我买了个死龙虾哈 死龙虾就是这样子 没法吃啊 哎呀 哎呀肉质粉了啊要吃鲜活的来我直接摸 粉丝们 很多人说老板吃龙虾为什么要吃鲜活的 这是我买了个死的给大家看看死龙虾的话肉质是粉的啊 看看没有肉质粉不成块了已经啊 这就是死龙虾哈肉都散了啊 鲜活龙虾来我直接摸正在直播啊 这是真爆了这是真爆了哎呀 买了个死龙虾哈咱们看看死龙虾肥不肥啊 啊所以大家不要去买死龙虾不划算真的要吃鲜活的 咱家有鲜活的啊来这是死龙虾哈肉都粉了哈咱们看一下死龙虾口感怎么样啊 死龙虾就这个样子啊来想吃活龙虾的来我直接摸啊 哎呀很多粉丝来我们家吃面面包蟹哈 呃说咱们家这个熟冻蟹 哎呀不好吃咱家的熟冻蟹口感真的很棒啊 这个是熟冻是一种非常公开的啊一种保存工艺啊品质非常高的口感特别香 你如果你喜欢吃的话来我直播间正在直播 大多数人不知道这个黄金大凹鲍它根本不是鲍鱼啊 嗯 这一种螺啊 看好吃啊 好吃 好吃 鲜啊 嗯 过瘾 嗯 哈喽粉丝们 今年的进口海鲜真的白菜价这个叫这个叫板蟹啊 这个叫这个叫铁蟹啊 但是我都怎么觉得都比不上大家面包蟹啊 下个视频开喽安排 粉丝们 很多人说老板吃龙虾为什么要吃鲜活的 这是我买了个死的给大家看看 死龙虾的话肉质是粉的啊 看看有没有 肉质粉不成块了已经啊 这就是死龙虾哈肉都散了啊 鲜活龙虾 在我直见播正在直播啊 哈喽粉丝们 大龙虾 下个视频开喽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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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爆了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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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好 这次真爆了 这次真爆了啊呀 买了个死龙虾哈 咱们看看死龙虾肥不肥啊 啊所以大家不要去买死龙虾不划算真的要去吃鲜活的咱家有鲜活的啊来这是死龙虾哈肉都粉了哈咱们看一下死龙虾口感怎么样哈 哎呦 哎呦 嗯 死龙虾就是这样的啊来想吃活龙虾的 来我直见播啊 很多粉丝啊来买大家面包蟹说上面这一层这一层啊脂肪发苦啊这个你要不吃的话你就把它扒掉啊这么好的面包蟹怎么会有点苦了啊苦的可能就是这个原因这个有点咸就是啊 嗯如果你喜欢吃这么好的面包蟹哈来我直见播正在直播啊正确吃个面包蟹哈首先给大家把这个蟹蟹给它摘掉啊哎呀蟹蟹啊摘掉这边还有啊摘掉 然后呢这里是蟹黄拿出来做蟹黄酱啊然后这个大尾巴给它摘掉啊这边有个大蟹味给它摘掉剩下的就可以吃了哈喜欢吃面包蟹来我直见播粉丝们粉丝们面包蟹又到货了全部给你们选用的大品牌的啊打一个看一看啊哎呀每一个都是这么肥它非常饱满哈来喜欢吃面包蟹来我直见播说咱们面包蟹不肥的粉丝们我给大家看一下从中间给它剪开了啊 哎呀看看全是狗啊最好面包蟹一只才挣几十块钱一针才挣几块钱来我直见播正在直播来吧粉丝们啊这今年的又一波帝王蟹到货了哈每一只都是八代兵衣八代兵衣个头很完美的帝王蟹哈也特别实惠过年的餐桌上面必备的一道家品哈啊帝王蟹到货了哈想吃帝王蟹可以点点点点啊买买买好双鸡 帝王蟹吧来个生腔发财蟹哈发财蟹啊是我们本土啊非常特色的一个这个产品啊就是你吃的好就容易爽吃不好更爽啊容易拉肚子啊 哎呀 天 嗯 嗯 嗯 把这个皮戒掉啊 就吃里边的一个嫩笋哈 这是做的是 辣味啊微辣也酸啊 酸辣味 好吃啊好吃特别解腻 嗯 来个首播笋哈 咱家的首播笋经济又实惠哈 直接不把这个剥掉 自己喜欢吃辣再加点辣啊 我比较喜欢吃辣辣的更有味道 特别解腻啊 首播笋哈 特别鲜美啊 这个是 泡脚口味的啊 微微一点辣 水分挤出来 嗯 嗯 嗯 来我吃播笋 这是我们家首播笋哈 吃点辣一点的口感更好一点啊 哇 快点辣椒更好吃啊 哎呀特别香 好 喜欢吃笋的快来我直播一下 吃笋哈 这个是首播笋哈 一包是一斤的 然后吃起来比较划算啊 把这个把这个把这个 笋 给他外边剥掉啊 这里面就可以吃了特别的鲜嫩爽和 小凌食必备啊 嗯 好吃 又到了一年一度吃笋的季节了哈 这个笋啊太划算啊 哎呦 把这个皮戒掉啊 就吃里边那个嫩笋哈 这是做的是 辣味啊 微辣也酸 酸辣味 好吃啊 好吃 特别解腻 嗯 是我这么好想吃 今年的笋太便宜了 这个是一斤多一包的啊 哎呦我去 来个小的 先剥一下啊 哎呦 哎呦 嗯 酸酸辣辣 特别好吃啊 来我直播一下 嗯 嗯 一箱 一箱 五斤可以泡十五斤啊 反正成菜 这是海德斯 十几块钱 两斤 哪个中华蒜 你们吃吧 下着眼言 有你更甜啊 嗯 成菜 十几块钱 可以买一箱 小伙伴来安排啊 嗯 嗯 嗯 自己凉拌啊 一箱 五斤 可以泡发十五斤啊 一盘几毛钱 啊 小黄车下来 好了